阿根廷女星表示在16岁时遭到男搭党强暴后 终于伸张了正义 2018年31岁的法尔丁表示自己在2009年时 遭到搭党达尔泰斯强暴 当年他16岁,对方则45岁 法尔丁说这位巴西出生的演员 在他们的电视剧国际巡回宣传期间 引诱他回到他在尼加拉瓜的饭店房间 他说达尔泰斯强迫他触摸自己的国企 并说看看你对我做了什么 好像这是他的错,并接着强暴了他 法尔丁的故事被广泛分享 更引发了阿根廷的MeToo运动 成千上万人开始使用 Miracomo nos ponemos标签 分享自己的经历 看看你对我们做了什么 这是达尔泰斯对法尔丁所说的话的遍体 几个月前,另外三位女演员 也站出来表示达尔泰斯曾经性骚扰他们 然而达尔泰斯否认了这些指控 并搬回家乡巴西 法尔丁则在那里向他起诉 他已经在尼加拉瓜和阿根廷提起诉讼 但由于巴西不允许将其公民引渡到其他国家 所以他不得不在巴西再次提起诉讼 2023年5月,巴西的一家法院 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定达尔泰斯无罪 因为巴西法律要求性侵害受害者 必须证明当时发生了插入行为 法尔丁对此判决提出上诉 而法院在6月10日星期一推翻了无罪判决 法院认定达尔泰斯犯有法定强奸罪 判处他6年有期徒刑 法尔丁表示他寻求正义是为了过去的自己 也希望法院的裁决 为曾经和正在遭受虐待的人带来希望 追踪Almost 看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